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 好习惯的力量 孔子说 少成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 播种行为可以收获习惯 播种习惯可以收获性格 播种性格可以收获命运 是的 当我们将某种行为坚持下去的时候 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一段时间后 它就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 不可改变的习惯了 而当这些习惯根植于我们内心久了 最终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命运 言之推说 习惦成懒 习懒成病 习惯就是那些我们每天 或者是每时每刻不用思考 不用刻意去调控 当然更不需要别人的督促和要求 就自然而然想做的事 所以 如果习惯于成为一个闲人 就会逐渐成为一个懒人 慢慢的就会成为一个病人 这种病就是懒散成疾 终将不可治愈 生活中有人习惯早睡早起 勤勉刻苦 三更灯火五更机 做一个时刻习惯读书的好男儿 有人习惯运动习武 像祖替一般 文鸡起舞 增长才干 有人习惯春来栽竹养花 然后静看繁华绽放的欣喜 就像王阳明 面对绿竹正是七天七夜 格物置之 有人习惯夜深人静 读书写文 在字里行间得到灵魂的安宁 就如车印孙康 囊营硬血 读书不错 老子说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每个人的好习惯 无论是效法天与地 还是效法人间大道 最后总是会回归于自然 是的 一切积极地向上的 给人带来正能量的好习惯 都是在这天地间 像自然万物一样 与我们共生的 它会像生活中的一味调味剂 使每天看似和别人相同的日程 和时间里 拥有了永远最大化的价值 自古以来 好习惯的故事 耳熟能详 隶属各大先贤圣哲们 他们的经历和哲思 无不再告诫我们 要将好习惯 当作我们人生中 最精彩亮丽的人生智慧 北宋著名科学家沈阔 善于思考探究 在诗句当中发现科学 他读到白居易的诗 《大理寺桃花》 《人间四月方飞尽 山寺桃花》 史盛开 他不禁感到费解 为什么大理寺的桃花 要开在四月末 整整晚了一个月呢 带着疑问 他登上山 来到大理寺 还未到寺院 就感到一阵阵寒意 四月的山顶 气温要比山下低好几度 这时 他豁然开朗 原来 海拔高的地方 气温会下降 所以桃花花石 一定比山下晚 带着这样的探究结果 当然也带着好习惯 给他的收获 审阔一路观察 一路思考 原宜至理 悉心钻研 在他55岁的时候 写成了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梦兮彼谈 博大厚重 所以在物也 坚守执着 所以格物也 悠久弥心 所以成物也 拥有好习惯的人 这样有规律的作息 有计划的生活 有目标的行动 有毅力的坚守 他们的生活 时时都有新发现 处处都有新智慧 诸子家训有言 一周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 半思半缕 横念物理为奸 论语中说 无日三省无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齐乎 这些先哲们告诉我们 节俭反思这些好习惯 是我迷路成长中 所应该学会 并随身相伴的 礼仪修养 我们可以不优秀 但是一定不要停下 学习的脚步 我们可以不成功 但是一定不要丢弃修养 我们可以慢一点 晚一点成长 但是请别停下 收获好习惯的双手 只有让好习惯 陪伴身边 才可以带给我们 惊人的力量 朝着期待的远方前行 每收获一个好习惯 就像登山 又上了一个台阶 当我们不断学习 积淀收获之后 我们就逐渐登上成长的顶峰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 政治家范仲淹 幼年丧父 家境贫寒 在读书求学期间 将熬成的米粥 冻后分成四块 一天两次 就着咸菜 填饱肚子 当他的一位 家境殷实的童窗 给他带来食物后 范仲淹却久之未曾用 童窗问 达之曰 你习惯于白州 孔以后无所事 这种自律和刻苦的好习惯 令童窗更加敬佩 靠着这样的顽强苦读 勤奋毅力 范仲淹成为出色的政治家 和文学家 同时他熟读兵书 文韬武略 在镇守边关的时候 连西夏军都称赞他 胸中似有数万家 打兵 是的 无数个史上的他们 因为早年为自己 播种的好习惯 逐渐形成优秀的品行 和人格 不仅给自己力量 也让后世人所敬仰 所以如今的我们 又如何不一步步地 为自己的脚步 铺设日渐高远的阶梯 引领着 扑举着 走向远方 走向高处 拥有好习惯 行走在人生路上 就不惧怕任何困难 和障碍了 我们平日里所坚持的 所执着的 都是日后 我们用来对抗生活中 所需要的勇气和利润 也许此时 我们所读的书 所做的事 所培养的各种好习惯 短期内 看不到它为我们 带来的任何价值和作用 但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 它们都会像一抹香气 一道色彩 一个印记 植入我们的内心 涂进我们的灵魂 铭刻进我们的生命 然后 我们每走一步 内心因为它们而变得坚强 灵魂因为它们而变得有趣 生命因为它们而变得丰富多彩 我们这一生 其实就是无数习惯的总和 坚持培养自己的所有好习惯 无异于是为自己准备了一切 可以前行的利器 披荆斩棘 无忧无拒 前路和渺渺 利器 浊其道 沿途无所拒 仗剑 仰天笑 好习惯给我们 所以未解依赖的底气 破荆斩棘 前行的勇气 坚持走到最后的利器 笑到最后的运气 让我们朝向远方 成为更好的自己 因此 优秀不是一种行为 而是一种习惯 岁月安稳 青春正好 让好习惯赋予我们惊人的力量 勇敢前行 奔赴山海 Zither Harp 从明天起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为马 皮柴 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从明天起 去管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给每一条河 每一座山 去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灿烂前程 给每一条河 每一座山 去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 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愿有情人 重臣 转属 聪明天起 从明天起 和每个情人 通话 告诉他们 我的幸福 把幸福 告诉他们 那幸福的 山天 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别人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给每一条河 每一座山 去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在城市 获得幸福 给每一条河 每一座山 去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 我只愿 我只愿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给每一条河 每一座山 去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在城市 获得幸福 给每一条河 每一座山 去个温暖的名字 我只愿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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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暖花开